高二暑假 我鼓起勇气对暗恋两年的校草沈寻表白 沈寻上下打亮着我 笑了 林来 你能不能照照镜子 因为这句话 我躲了他一整个暑假 开学后 我们分到了同桌的位置 不过是三个人一桌 我坐他和笑话中间 上课时间 他们频繁传纸条说悄悄话 我坐中间 被迫帮他们传纸条 后来 沈寻给笑话传的纸条上写着 我喜欢你 我没来得及交给笑话 就被老师没收了 老师读出纸条上的字 嘲讽我 人家笑话这么漂亮 都没跟沈寻表白 你长这么磕沉 倒是表白了 要不然怎么说 丑人多作怪呢 全班哄堂大笑 沈寻视若无睹 不替我解释 我忍着眼泪 孤立无援 就在这时 我后桌的护圈少爷 懒懒抬起手 老师 你误会了 这是我给林来写的纸条 一 纸条被李老师拿起的那一刻 我的心跳快要停止 李老师拿起那张纸条 不顾我的阻拦 大声地念了出来 我喜欢你 念完纸条上的字 他嘲讽地看向我 人家笑话这么漂亮 都没跟沈寻表白 你长这么磕沉 倒是表白了 要不然怎么说 丑人多作怪呢 全班立刻哄堂大笑起来 这么丑的人 原来也会四春啊 笑草真倒霉 居然被癞蛤蟆给看上了 当初排座位的时候 我就猜到会有今天了 你们看 我说什么来着 不是吧林来 有点自知之明吧 笑话都没表白 你倒是表白上了 你家里没镜子吗 我高中身体不好 经常喝药 导致身体发胖 脸上还频繁暴斗 因为我脸上很多痘痘 再加上我名字里有个来字 所以班里的同学 给我起了个绰号 癞蛤蟆 起初我也阻止过 但他们越叫越欢 我表现得越在乎 就越像小丑 后来就随他们去了 但跟那些起哄的男生不同 沈寻从来没有这么叫过 甚至在我因为满脸疙瘩 被班里男生嘲笑的时候 他会冷着脸兑回去 管好你们的嘴 也会在遇到难题时请教我 在思路清晰的那一刻 真诚地夸我一句 林来 你很聪明 曾经因为他的缘故 我以为我没有那么糟糕 直到表白那天 我用两年的青春小心翼翼 为自己累的自信大楼 忽然倒塌 我揪紧一脚 急得手心冒汗 不是这样的李老师 这张纸条不是我写的 我下意识看向沈寻 他对我的境遇视若无睹 正转着笔 低头看李老师正在讲解的卷子 全程没抬眸看我一眼 也没有任何解释 曾经高悬天上的娇阳 此刻忽然暗淡无光 我的脸色变得苍白 李老师见状 看我的眼神更鄙夷了 怎么 难道还能是沈寻主动冰写的纸条吗 你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 学生就应该把心思多放在学习上 不要总想着这些情情爱爱的 我低头挨着训 希望我表现得听话一点 这件事就能早点结果 但号称棒打鸳鸯狂魔的李老师 显然没打算这么轻易放过我 势必要将我当作典型案例 狠狠敲打 他敲了敲沈寻的桌子 让他站起来 林莱给你写纸条 你怎么说 我稀济的看着他 希望他能替我解释一下 沈寻站起来 漫不经心的看着我 林莱 好好学习 不要早恋啊 我不喜欢你这样的 班里的同学又开始起哄 呦呦呦 癞蛤蟆被拒绝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沈寻 他不嫌不但说的这句话 带来的伤害 远比那些人加起来的还要大 我忍着眼泪 说不出话 我是泪失禁体质 我知道 只要我开口了 我的眼泪会立刻决定 到时候 我只会更难堪 我拼命祈祷 李老师能放过我 就在这时 坐在我后桌的 迟老懒懒 抬起了手 老师 你误会了 这件事 显然是沈寻同学自作多情了 因为这张纸条 是我写给林莱的 二 迟老解傲难训 是令无数老师头疼的转学生 偏偏成绩很好 转学前在全国物理竞赛中 都能拿第一 学校把他当相波波 他有张扬四亿的资本 他像是无军无数的风 吹进了我未手未脚的青春 如果不是因为他开学 做了一个爱仙人群体的混混 场面弄得很谢星 以他电影明星一样的好样貌 估计能成为新进校草 有个男生立刻嘲笑起来 不是吧 迟老 你喜欢癞蛤蟆 迟老邪逆了他一眼 他如果是癞蛤蟆 那你是什么 何同 那男生滋着的大牙 立刻收回去了 李老师重重地敲了敲黑板 给我安静 迟老 你在乱说什么 迟老他了贪手 无辜地望着他 我没乱说 他成绩好 我喜欢他 有什么问题吗 李老师气得不行 下课你们两个都要我办公室 啊 下课后 我们一起去了办公室 一起写了检讨 回教室时 李老师已经调化了座位 我仍是跟校花许静怡坐一起 不过原本审讯座的位置 换成了被迟老嘲讽是何同的男生 迟老被调到了最后一排 他也没做 因 为最后一节课 他要去学校 开的物理竞赛班 所以拎着书包 搅着薄荷糖 走了 我没有来得及谢谢他替我解围 换完座位后 许静怡趴在桌子上 哭了 漂亮的女生哭起来 总是惹人联系的 没过多久 她的身边就围上了一圈朋友 真好啊 她不用忍着眼泪 哭了就会有很多人哄 我原以为许静怡是喜欢审讯的 毕竟他们天天传纸条 但是在她朋友七嘴八舌的安慰下 我慢慢拼凑出她哭泣的原因 她喜欢新转来的迟绕 迟绕是护圈少爷 家是优渥 初中时他们曾经同校 迟绕却替我说话 扯谎说那张纸条是她写的 现在又被调到了离她很远的位置 许静怡身边的小姐妹们 七嘴八舌的安慰她 别难过了静怡 迟绕肯定不喜欢林莱的 是啊是啊 她只是单纯人好 替林莱解个尾而已 你不要当真 你这么漂亮 迟绕肯定更喜欢你啊 许静怡仍是哭 我知道 可是她好不容易离我这么近的 现在她坐那么远 我好难过呀 看着被朋友们围着安慰的许静怡 我忽然有些羡慕 有些人的青春被偏爱着 有些人的青春却一地鸡毛 我下意识感到内疚 如果不是因为我 他们就不会坐那么远了 许静怡这么漂亮 时饶肯定也会喜欢她吧 可与此同时 我心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 在替我争辩 这不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因为有人替我解围 而感到内疚的 三 第二天 我起得很早 到的时候 教室里空无一人 我坐下来复习昨晚的错题 就在这时 一根泛着凉意的棒棒糖 贴在我脸上 给你的 我抬起眼 正对上迟绕那双带着笑的眼睛 很漂亮的棒棒糖 晶莹剔透的草莓形状 我没好意思接 昨天 谢谢你 对不起 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我忍不住问 你 后悔帮我吗 迟绕看了我一眼 是有点后悔 我的心一下子沉入了谷底 心想果然如此 迟绕将棒棒糖放进我手里 笑了笑 要是没承认的话 说不定就是你跟我当同桌了 他撂下这句话 物质走到了最后排 不再说话 我对他说的话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 只要想跟我坐一起 讨论我最拿手的数学题吗 除此之外 我想不出别的理由 我拿着那根棒棒糖发呆 就在这时 我看见不知什么时候到教室的沈寻 以着门 冷冷地盯着我手里的棒棒糖 不知看了多久 我如梦初醒 将棒棒糖放进我的笔袋里 没有吃 沈寻冷着脸从我旁边走过 第三节课下课 大家都有点饿 我看着笔袋里的草莓棒棒糖 想吃 又没舍得 许静怡一下课 就没什么精神的趴在桌子上 他朋友问怎么了 他说 滴血糖 头晕 沈寻从他身边经过 看向我 你不是有根糖 给他吧 我愣住了 下意识护住我的笔袋 不行 这是别人送我的 沈寻醋了醋眉 压低声音 临来 听话 不等我拒绝 他从我的笔袋里 拿出那根草莓棒棒糖 递给了许静怡 唇猫看了我一眼 他低血糖饭了 你别这么自私 许静怡拆开透明纸刀桩 对沈寻说了一声 谢谢 迟老拎着书包从我身边走过 看了看许静怡吃着他 送给我的棒棒糖 一句话没说 走了 许静怡咬碎那根棒棒糖取绝时 我感觉心里的某处 好像在慢慢裂开 这是我第一百次 让出原本属于我的东西了 第二天 我又很早到教室 希望能碰见迟老 跟他解释 昨天那根棒棒糖的事 门口传来脚步声 我抬起眼 进来的却是沈寻 他将同样的草莓棒棒糖 放在我桌上 说还你的 我说我不要 他皱了皱眉 吃饶给你的你就要 他不容拒绝地 将那根糖递给我 而我转身将他丢进了垃圾桶 沈寻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林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 你能把我的糖送给别人 我为什么不能把你的糖 丢进垃圾桶 他咬咬牙 随便你 那一天 吃饶来得特别晚 我一整天都没能跟他说上话 这学期 我们的晚自习 从九点延长到十点 晚自习下课 已经过了十点 很多大人挤在门口接 晚上女孩子一个人回家 确实有点不安全 但是我父母工作忙 不可能来接我 沈寻走在我身旁 走吧 我送你回家 他家跟我加一个方向 我摇头 不了 然后 快步甩开他 跑到路口 我看见迟饶推着自行车往家走 有车 但没骑 像是故意等着谁 我鼓起勇气追上去 迟饶 那根棒棒糖 我不是故意的 但我突然又停住了脚步 许静怡这么漂亮 比起我 迟饶应该是更愿意把糖给他吃吧 我是不是又自作多情了 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 班里有男生喜欢我同桌 所以给我撒好吃的 故意接近我 让我帮他 追我同桌 我忽然后悔说那句话了 迟饶慢慢转过头 知道了 原谅你了 路灯下 他的毛子灿若星辰 一起回家 那一刻 我嘈杂的心忽然安静下来 风吹在脸上 凉凉的 走到橱窗 他忽然对我说 等我一下 我站在原地等他 橱窗里都是漂亮到眨眼的衣服 我看了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五分钟后 迟饶跑过来 将草莓棒棒糖塞进我的手里 这次要保护好了 棒棒糖很轻 握在手里 却沉甸甸的 很甜 很踏实 从那天起 我们就开始熟悉起来 每天早上 他都会跟我带一颗糖 课间 我们在一起讨论题目 晚上 迟饶推着自行车 跟我一起吹着晚风回家 他生日那天 我用攒了很久的钱 送他一块手表 他戴在手上翻来覆去的看 再没有摘一下 四 临近期中考 周五下午 我们早早放了学 回家路上 我们边走边抽背 彼此英语单词 走到那晚经过的橱窗 我被一件百合褶皱裙 吸引了眼球 不贵 但很漂亮 但我看了几眼 还是走开了 蚀饶注意到了 不好看吗 我说 好看 但 算了 蚀饶靠近我 为什么 我沉默了一会 我长得丑 蚀饶停了下来 微微俯下身 撩开我的刘海 胡说 明明很可爱 我自然不会当真 少安慰我了 我们在岔路口分道扬镳 回到家 我翻开课本 开始问书 我的手机收到了 蚀饶发来的消息 下来 我走下去 蚀饶拿出一个袋子 送你的礼物 袋子里 装着我刚刚看中的裙子 我问 为什么 他说 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 我知道蚀饶的生日 是因为他很受欢迎 他的生日日期 会从老师 路过的同学 甚至家长的口中 不经意听到 可我这样的人 能有两三个人记得 以弥足珍贵 迟老笑了笑 填资料表的时候 我看见了你的身份证号 记住你的生日 你穿上它 一定很漂亮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心跳 露了一拍 于是那个中末 我鬼使神差的走进理发店 剪掉了我厚重的刘海 我还是有痘痘 但好像这么打扮 是漂亮了一点 其实我小时候很好看 人人都夸我像个白玉团子 路眼圆润 鼻子嘴巴小小精致 后来心脏查出问题 初三的那个暑假 做了手术 之后吃了两年药 或许是受药物影响 脸上开始不断长痘 身体也开始发胖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我渐渐开始不爱打扮 丢掉了我的少女心 周一每天 我扎了杜树不深的眼镜 头发出得很认真 额前的碎发 用发卡卡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期待见到迟扰 到学校时 迟扰还没来 我摊开体测准备复习 就在这时 我听见教室外面传来声音 静怡 你今天身上这件裙子 真漂亮 是吗 是沈寻送我的 许静怡从教室外面走了进来 她身上穿着的 是跟我一模一样的裙子 五 许静怡空气刘海 头发蓬松 皮肤白的发光 配上这件裙子 漂亮的像小公主 只要对比了就会发现 这套裙子穿在她身上 比穿在我身上合适多了 当许静怡走进教室时 她目光怪异的落在我身上 班里的其他人 起初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当她坐在我旁边的时候 我的男童桌带头 杂杂呼呼叫唤起来 林来 许静怡身上这件裙子 是沈寻买的 你怎么能当学人精呢 其他人也纷纷发现了 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几分怪异和嘲讽 是啊 又不是穿上校草 给校花买的同款裙子 你就是校花了 而且撞衫不可怕 谁丑谁尴尬 要是我 肯定打死都不会穿这套裙子的 跟校花穿同款裙子 这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 我就跟你们说她喜欢沈寻吧 今天可算是露馅了 你们不知道吧 林来以前可甜沈寻了 沈寻的早餐她买 沈寻打篮球她送水 沈寻回家她跟在她后面 每天都恨不得黏在她身上 啊 林来吗 她能不能照照镜子 反正我要是长她这样 肯定不好意思赖在人家沈寻身边的 不知为什么 对好看的男生有过好感 对我们丑人来说 就像是犯了什么弥天大罪 会招来很多很多恶意 甚至他们不会稍微动脑筋想一想 明明我比许静怡更早到 我根本不知道她今天穿了什么衣服 如果我早知道 我肯定也是打死都不会穿的 丑人的自尊当然是不算自尊的 只是他们随口可开的玩笑 调剂生活的乐子 就在我张红着脸想反驳的时候 许静怡开口道 好了不要说了 撞伤了不是很正常吗 她一副大肚的样子 林来不要放在心上 我一点都不介意的 她这么说后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知道这句话听得哪里怪怪的 可我说不出来 但我知道那一整天 我都过得局促步 啊 我的后背被无数尖锐的目光戳弄着 我感觉自己快要被扒光了 我甚至想随便找个什么借口请假 把身上这件衣服给换了 那天上午 迟饶都没有出现 到了饭点 我没去食堂 平常为了省出更多的时间学习 我都是在学校午休的 沈寻也没有去 留在教室啃面包 在我做题时 她将一杯酸奶放在我的桌子上 喝点酸奶吧 你这样学身体吃不消 我不明白 明明之前对我说过这么过分的话 却又要在这种细微的小事上关心我 我推开她的酸奶 我不要 沈寻醋了醋眉 你今天是特意为了迟饶穿这件裙子的吗 我看向她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沈寻长久的注视着我 忽然开口道 林来 算我求你 不要喜欢她了 就算你精心打扮 她也看不见 她这几天去参加全国物理竞赛了 只要能拿第一 她就能保送清华 你的成绩 冲一冲也顶多上负担 清华是根本没戏的 林来 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放下酸奶 走了 她走之后 我看着那杯酸奶 想着她说的那些话 多刷了两套卷子 那天下午值日 我在教室门口扫地时 许静怡不小心将拖把水泼到了我身上 我的衣服立刻湿透了 也脏了 不再摆进 她对我连声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有发火 沈寻确保护班挡在许静怡面前 拉我进教室 用外套帮我擦拭掉的裙子 她一边擦 一边说 不要怪许静怡了 她不是故意的 反正你也不适合这件裙子 以后别穿了 等放学的时候 我去给你买一件新的 就在这时 教室后面的凳子被迟绕串翻 谁说她不适合 你瞧不起谁呢 许静怡拦住 盛怒的迟绕 阿扰 你别生气了 沈寻她没别的意思 只是临来身上的这件衣服 碰巧跟沈寻 给我买的撞衫了而已 迟绕吃笑一声 看向沈寻 怎么 你也买了这件裙子 学人惊了 听她这么说 沈寻和许静怡立刻变了脸色 许静怡看向我 阿扰 临来身上的这件衣服 是你买的 迟绕没有理她 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腕 走 衣服都湿透了 回家换衣服 那天晚上 我第一次坐她的自行车后车座 风吹过我的脸 我的泪水忽然止不住的流 湿湿地粘在脸上 很难看 很狼狈 那一刻我甚至在想 为什么许静怡连哭的时候 都比别人好看呢 我很难受 我知道我很难受 我咬着唇 没露出一点哭声 只庆幸 那一天 迟绕没有回头 留住了我最后一点自尊 车速很快 只要说 抱紧我 别掉下去 我耗尽勇气 也只敢拉住她的外套 回到家 我换下了那件百合褶皱裙 重新换回了朴素的打扮 厚重的黑矿眼镜 沉闷的深色外套 灰扑扑的 是我17岁的底色 六 元旦前一晚 我妈邀请沈寻跟他妈妈来我家吃火锅 我家跟沈寻的家庭差不多 爸爸都去外地出差了 他俩买菜经常遇到 一来二去 成为了朋友 沈寻刚进门 递给我一个毛茸茸的白色围巾 礼物 我没接 手机忽然收到一个消息 迟扰发来的 你来瞧瞧我呗 我一个人在家孤苦伶仃 那天过后 我跟迟扰就不频繁联系了 我经常借口学习忙 不跟他说话 沈寻有句话说对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像个缩头乌龟 胡乱找了个借口 我在外地 不能过去 他下一句就是 我发烧了 我沉默一会 从衣架上拿起棉袄 我妈问我 这个时间去哪里 我走到门口穿好鞋 去同学家 沈寻拦住我 你是不是去见迟扰 我没有否认 他却忽然拉住我的手 姿态卑微 求你 别去 我推开了他的手 迟扰住江警房 门开了 屋内一片漆黑 他低声笑了笑 不是说在外地吗 对不起 为什么躲我 我沉默 他打开了屋里的灯 天花板上的灯 一个一个亮起 我看清了屋里的海报上的影后 有些意外 你也喜欢他 迟扰失笑 与其说喜欢 不如说 他看向我 你喜欢他 我用力点点头 迟扰慢慢靠近 那如果 我能让你见到他 你能不能满足我一个愿望 被蛊惑般的 我说了声 好啊 距离我不道一步之遥 他慢慢俯下身 很近很近 见到能看清他的每一根睫毛 几乎要碰到我的嘴唇 他靠得太近 我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我害怕的就紧了衣服 被他逼得靠在桌子上 不知所措 他温热的手 附上我的手背 笑得有点坏 害怕我 为什么不躲 躲了你会不开心 这样啊 原来是怕我不开心 可万一我要对你 做什么不好的事呢 你不会的 或许会呢 林来 不要盲目信任我 我比你大一岁 是个 成年人 家里除了你我之外 再无其他人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我想做什么都可以 你真的不拒绝 我局促不安的拳起了手指 茫然的问 可我不想你讨厌我 只要直起身 满眼温柔 林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人 我们拥有自己的思想 所以也必须要拥有 被讨厌的勇气 你害怕我不开心 害怕许建一不开心 害怕沈寻不开心 可是你为什么从来不在乎 你开不开心 我希望 下次遇到你讨厌的事情时 能勇敢说不 他告诉我 这次比赛 我会拿第一的 不是跟你炫耀 我只是想说 我能成功 你也可以 你不是谁的绿叶 谁的陪衬 你来这个世界 只为了成为你自己 多为自己争取一点吧 从此以后 你的就是你的 你必须完全 绝对的支持着自己 我的眼睫颤了颤 从来没有人 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能让那就让了 小时候玩红包蓝兔的角色扮演 角色抢到最后 只剩下没人想眼的马三娘 那就是我的角色 家里并不穷 但弟弟的新鞋子 必须优先买 我想要的发卡 却一拖再拖 来家里玩的邻居妹妹 看中了我心爱的娃娃 我被家人教育 忍着眼泪送给她 一周后 却在门口的垃圾桶 看见那个娃娃 因为害怕被讨厌 所以一次次委屈自己 将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拱手相让 所以一次次委屈自己 割舍自己的利益 迟扰的话 深深触动了我 我轻轻说 好 那天 我一直待到晚上12点 那天窗外的江边 展开几屋很大很繁华的烟花 他们在空中五颜六色的炸开 照亮了17岁灰扑扑的我 迟扰在我耳边说 临来 新年快乐 气 元旦后 学校的光荣榜上 张贴了迟扰的照片和名字 早会上 校长公开表扬了迟扰 以全国物理竞赛第一的成绩 保送清华 铺天盖地的掌声响车校园 我比任何人都激动 手心都拍红了 17岁的我 第一次有了这么清晰的目标 我也想去清华 不是想追随迟扰 我只是想听到 和今天的掌声同样热烈的 属于我的掌声 我比往常更努力的学习 寒假过去后 我已经停药很久 开学的时候 是我寒假作业的班长意外的看着我 临来 一个寒假过去 你怎么漂亮这么多 我摸了摸我的脸 停药后 我不再发胖 甚至瘦了很多 脸上好像也不再长疙瘩 皮肤也变白了不少 走在路上 偶尔也能听见很多人夸我漂亮 之前被吃老嘲讽合同的男童桌也夸我 临来 你现在真是大不一样了 身边不再有人喊我来蛤蟆 也渐渐开始 有人对我表白 甚至下课堵在窗户 只为看我一眼 但我也不再在意 与此同时 我的成绩也明列前茅 一次次突破了老师的预期 老师把我当成冲刺清华的种子选手 百日是诗会前夕 语文老师选我上去演讲 我写了很久的演讲稿 并且可以熟练的背诵下来 可是关键时刻 班主任却变卦了 他说 许静怡的形象似乎更好一点 而且有演讲经验 表现力好 百日是诗那天 还有很多教育局的领导要来视察 还是让他上去吧 临来 你稿子写得不错 就交给许静怡吧 让他趁了这几天把稿子背熟 在百日是诗之前 你要全力配合他 许静怡站起来 笑容明媚 放心吧老师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他对我伸出手 临来 把稿子给我吧 他的手伸在我面前 所有目光都注视着我 有那么一瞬间 我几乎就要像往常一样 一来顺受 把我辛辛苦苦写好背熟的稿子 交给他了 但那一刻 我看见了晚上熬夜到深夜 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 敲出发言稿的自己 我看见了 趁客于时间 挤进办公室 跟语文老师商量稿子细节的自己 我看见了 能够在讲台上流利的演讲 而将发言稿的每一个字 逐字逐句 烂熟于心的自己 这些画面 一针针在脑海中放大 我不能辜负我自己 在稿子抽出来的那一瞬间 我忽然又塞了回去 站起来 老师 这个稿子我已经背熟了 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篇稿子 我高中前也有很多演讲经验 我不比许静一差 我肯定我能做好这次演讲 班主任愣住了 几秒钟后 教室的最后一排传来一道掌声 迟老坐在最后一排 鼓着掌 欣慰地看着我 紧接着 班里陆陆续续地响起了掌声 那一刻 我感觉我的双手双脚都在动 不是恐惧 是激动 向球鸟冲破牢笼 班主任叹了口气 好吧 你试试吧 我无视许静一难看的脸色 坐了下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人 我们必须要拥有 被讨厌的勇气 百日试试那天 我穿着白净的裙子 站在礼堂的讲台上 举起右手 我们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于群峰之巅 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们生来就是人间 非曹剑 全校掌声雷动 学生们的宣誓声如红雷 高考必胜 高考必胜 八 百日试试之后 我的成绩依旧稳不上升 但是许静妮的成绩 却开始不尽如人意 距离高考三十天的那个晚自习 她因为周策错了不少题 撕了卷子 趴在桌子上哭了 但因为现在是高考前夕 每个人的学习时间紧张 所以再没有人能腾出精力 围在她身边哄她 当利益发生冲突时 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维护自身利益 高考那天 已经绑送清华的迟饶到考场送我 我进考场的时候 她就像是老父亲送丸一样 你已经很努力了 剩下的就交给命运 坐在考场时 我的心跳很快 但看到第一道题的时候 我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思路越来越清晰 高考那几天很热 但迟饶一直守在外面 等我出考场的时候 再哭哭的冲我招手 高考结束后 我长舒了一口气 高考成绩出来那一天 我很平静 进入页面输入信息 我考了710分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迟饶 疯了一班往他家跑去 迟饶 我考上了 我考上了 我考了710 迟饶也愣了愣 然后大梦初醒一般抱住我 临来 你考上了 就在我们喜不自胜的时候 我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 这个不是当红影后 苏禅吗 她怎么从海报里出来了 迟饶轻咳一声 对我介绍 介绍一下 这是我妈妈 我结结巴巴的拿出我的本子 可 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苏禅捏了捏我的脸 小姑娘长得真可爱 那天 苏禅阿姨把我带到房间打扮了一下 面对镜子的时候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我自己 我出来时 迟饶到耳朵红了 那天晚上 她送我回家 那天你对我说过 如果我能带你 见到你的偶像 就可以满足我一个愿望 我事先说明 这个愿望 你可以拒绝 不会强迫你的 说完这句话 她忽然紧张地扣紧了我的手 嗓音发哑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我没有回答 迟饶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就在这时 我忽然点着脚 蜻蜓点水地吻了吻她的唇 然后松开她的手 红着脸飞快往家跑去 只剩下她一个人欲求不满地待在原地 急得团团转 那年暑假 校长为了庆祝学校出了两个清华 在学校门口放了泡 我跟迟饶的名字 在光荣榜上挨得很近很近 有人调侃跟结婚照似的 许静怡高考发挥失常 决定复读 审询发挥一般 985变211 而我给自己的青春 教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翻外衣 迟饶在小学时就跟林莱认识了 迟饶出生时是畸形 身上长了三只手臂 多出来的手无法伸展 连接着脆弱的内脏 手术困难 因为是早产 身体发育不健全 当时不适合做手术 在九岁前 这多长出来的第三只手臂 都保留了下来 每次住院 所有看见她的孩子 看见她都会吓哭 说她是丑陋的怪物 她当时的外号是丑八怪 九岁前的迟饶一点也不酷 甚至自卑 敏感 脆弱 她抵触外界 不愿意跟人接触 直到八岁那年 她所在的住院部 来了个女孩 叫林莱 林莱很漂亮 皮肤白的发光 小鹿一样圆润的大眼睛 清透 干净 能一眼望到底 穿着白裙子 长发软软的披在身后 像天使一样 那时候的她怎么能想到 这样的林莱 在高中被人称作癞蛤蟆 在无尽的恶意中 藏匿了她的爱美之心 住院部的孩子里 只有林莱愿意跟她玩 迟饶不明白 你不怕我吗 林莱眨眨眨眼睛 为什么要害怕 我还很羡慕呢 你比我们多一只手 写作业能更快一点 只是林莱除了跟她玩 也跟其他孩子玩 她对每一个人 都露出天使般的笑容 迟饶不想让她跟别人玩 她极度每一个 可以陪着她奔跑的男孩子 极度的发疯 为了能以最好的样子 待在林莱身边 她花了九年 切除手术 术后恢复 吃最苦的药 忍着疼痛锻炼 成为学习最好的人 当她在拼命努力后 忽然发现 自己好像有资格 站在她身边了 然后 终于在某一节课堂上 坐在那个人的后桌 坚定的举起了手 承认了她 长达十年的暗恋 翻外二 林莱停在橱窗前 看那件百合褶皱裙的时候 沈寻看见了 当时林莱没有走进店里 只看了几眼 就跟着迟饶 从橱窗前离开了 沈寻走进店里 买下了那件衣服 那天 沈寻也到了楼下 不知为何 沈寻下意识躲了起来 迟饶笑着 给林莱发了消息 已在树下静静等她下来 林莱一路小跑下来后 迟饶将礼物递了出去 给你的生日礼物 林莱笑起来很好看 沈寻一直都知道 眼睛弯弯的 像月亮 从前 林莱只会对自己那样笑 现在 却换成了别人 沈寻的心里 莫名的烦躁 她去了许静怡家 把礼物送给了她 中一那天 沈寻没想到 林莱竟然真的穿来了 迟饶送给她的那件衣服 撞衫的时候 她其实是有点窃喜的 林莱的衣服被弄湿时 她说这件衣服不适合她 以后不要穿了 那不是她的真心话 只是莫名的 她不想让林莱继续穿迟饶送的衣服 哪怕是以这种伤人的借口 其实在那天林莱对她表白之后 整个暑假再也不出现在她面前时 她就后悔了 开学时 他们坐了同桌 沈寻很开心 她频繁跟许静怡传纸条 想引起林莱的注意 但是年轻的她 太过骄傲 没勇气承认 林莱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 那张写着 我喜欢你的纸条 是写给她的 全文完